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于谦 今儿又来跟您聊天来了哈 今儿是腊月初七 明儿呢就是腊班节了 我估摸着呢 大伙家里他腊班算 都已经泡上了吧 哈哈 腊班周的各种杂粮呢 也都应该预备齐了 就等着今儿晚上熬一宿 明儿早上足贺 要是人在北京的朋友呢 可能还有好多人 惦记着明儿起个大早 上雍和宫喝舍粥去 图个吉利 腊班节按道理说 咱们也应该硬硬井 跟大伙聊聊 熬腊班粥 泡腊班算 可是一到这日子口上吧 电视上网上 说的全是这点事 说来说去呢 说的都贫了 我要是再把您知道的那点东西 重新翻出来 再嘚啵啵啵说一遍 也没多的意思 所以我想来想去呢 老北京民间呀 有句谚语 这腊班腊班日子好 多少姑娘改大嫂 意思就是说 从进了腊月 到年三十以前这段时间呀 是结婚的好日子 相当于现在说的这个什么 金酒银食 各家各户 扎堆结婚 办喜事 所以过去还有这么个说法 形容好事成双 双喜临门 怎么说呢 又娶媳妇又过年呢 哈哈 这回节目呢 咱不如就改改规矩 您呢 踏踏实实跟家里熬着腊班粥 泡着腊班蒜 听我给您聊聊 结婚那点事 咱们在精神上来一个又娶媳妇又过年 给明年讨个好彩头 传统上来说呀 中国人结婚最理想的时间段就是腊月 那么为什么非放在腊月呢 因为古代全国呀 尤其中国啊 古代的中国是个农业社会 以农为本 种地的人占多数 春夏秋三季 那么正是农忙的时候 地里的活特别多 谁也顾不上结婚 哎 非得等到入冬以后 地里的庄家都收回来了 月冬的小麦也种下去了 彻底在家 歇了 啊 农民管这叫猫冬啊 哎 这才腾出手来 操办结婚的事 过去的城里人 哪怕说压根我就不种地 那差不多也都按这规矩来 腊月结婚 啊 那为什么呢 这里边有道理 我说您就明白了 直到八十年代以前啊 中国老百姓家家户户 多数都没有电冰箱 那么结婚这种事呢 对新郎新娘 小两口来说 那是一辈子的大事 那甭说了 可是对咱们这帮看热闹的人来说 最主要的活动项目 就是等着结婚当天 吃席 抱搓一顿 那结婚吃席呢 了不得 动不动就上百人一起抱搓 哈 那点菜呢 要是说当天现做 根本来不及 那么都得提前预备 现在结婚 那酒店办就席 也是这样 好多菜都是提前两三天 就得预备出来 等着正日子 稍微回回锅 加加热 立马就能上桌 以前的老百姓家里没有电冰箱 那要是三福天结婚 提前两三天 把菜预备好了 囤着 结婚当天吃 好家伙 那非吃出人命来不可呀 所以过去 就算是城里人不种地 也都按着农村的规矩来 腊月结婚 天冷啊 三十多年以前 就说 比我大个一二十岁的那拨人 他们要结婚 跟现在最不一样的地方 好像就是没有婚房 这么个概念 眼下男女谈恋爱 女青年 同意确定关系的前提条件 最起码的要求 男方的有房 有车 有存款 过去男女搞对象结婚 主要是看对方人品怎么样 再就说 有没有正式工作 表面上显得 没有现在这么物质 话说回来 那时候只要有工作 有单位 好多问题 单位其实都能给解决 那存款就不用说了 房子呢 那个电影老师好 里边不是就有这么个桥段吗 苗老师打同结婚 住的就是单位临时给解决的那个桶子楼 啊 后来孩子都挺老大的了 还这么凑合着 那听说单位马上要分房了 媳妇的窜的 你找着校长去啊 跟校长闹一闹 看能不能给解决一下 换套大点的房子 你知识分子脸皮薄啊 还有点磨不开的意思 没想到走到校长办公室门口 里边有个女老师正闹着呢 也是为了分房的事 对吧 桶子楼 好多七八十年代结婚的朋友 刚成家的时候 住的可能都是这种房 不少80后90后的童年 也都是在桶子楼里边度过的 这桶子楼 为什么叫桶子楼呢 现在大学 宿舍楼还是这种结构 每层就是一条走廊 直来直去 中间不拐弯 走廊两边全是这个小单间 再就是公用的水房和厕所 没别的东西 看起来就跟一条直胡同一样 所以叫桶子楼 桶子楼从根上说 是50年代前苏联原建的那个单位宿舍楼 当时的说法叫赫鲁晓夫楼 那时候盖这种楼 纯粹就是为了过渡一下 专门给刚分到单位的这个年轻的单身汉住的 刚上班的单身汉 看您想就平常吃的是单位的食堂 自己也不起火 夜里有个睡觉的地方就成临时 啊住这个桶子楼宿舍正合适 那么结婚以后呢 可以往大了点这个房子里头搬 没想到后来大房子因为各种原因没盖起来 啊好多像苗老师那样的人跟桶子楼里边一度 就是度过了多半辈子 单身汉住桶子楼可不能单人家 这多数都是三四个人 两三个人住一个屋 十多平米不到二平米那样 我记得八十年代好多单位隔三差五就得贴告示 贴告什么内容呢 大概意思就是说咱们单位啊 谁谁谁跟谁谁谁已经领证了 啊马上就要结婚了 还没结婚的同志们呢你们能不能发扬发扬风格呀 大伙重新排列组合一下给这俩腾间房 让他们凑合着好歹先把婚结了啊 就这么个意思 桶子楼的设计理念也其实就是单身公寓 人家没考虑过开火做饭的问题 后来大伙重新排列组合结婚过日子 不可能就说全家人每天俩人还端着饭盒吃食堂去 那必须得有地方自己做饭 桶子楼里边原先没有厨房啊 只能临时改造 要么是每家每户门口自己弄个煤球炉子 或者是煤气灶 要么就是公共水房里边添几套煤气灶 弄成一个公共厨房 您看十多年前特别火的一电视剧叫金婚 同志和文利结婚以后 那不是就住桶子楼吗 每天在这个公共厨房里做饭 桶子楼里边有的公共厨房啊 跟咱们之前聊过的公共厕所 那意思差不多 也算是过去老百姓特别重要的这么一个社交场所 那里边的人际关系 哎挺微妙 您就拿做饭来说吧 过去能住的一个桶子楼里的人 多数都是一个单位的同事 每天呢叫低头不见抬头见 上班下班时间差不多 做饭吃饭的时间呢也差不多 大伙挤了一个厨房里的做饭 回到您这红烧肉糖醋鱼炸排骨 老白干您再烫一壶 那边家呢炖豆腐熬豆腐小葱拌豆腐 外带一大盘子豆腐渣 您自己琢磨琢磨 掉在豆腐镇里的这家人 看见你这大鱼大肉 他心里能淡定的了吗 心里不淡定怎么办呢 有志气的人我豁出去了 我砸锅卖铁勒紧裤腰带 明儿我也弄几个好菜 啊故意让大伙看看 咱不争蛮的争口气 要赶上那阴损坏的那人呢 那就得给这个有关部门写个匿名信 举报你小子 经济有问题 我们见天看他吃这个 要说经济没有问题谁信呢 你们先查查再说 啊花八分钱买张邮票 往信封一贴就得让你恶心半年 再赶上那个别的鸡贼邻居 今儿从张三他们家到台上顺两遍的算 明儿去李四他们家水龙头那儿接一壶水 后上王武他们家蒸这包子 猪肉大葱馅的 一咬满嘴流油那种 偷俩包子 热气腾腾刚出锅 本家正打的往自己屋里端呢 哈 这鸡贼邻居 没脸没皮 二话不说 直接上手 你俩就塞嘴里了 这也不乏其人 连老子们这 一天两天的不险 十天半了月 您看吧 非打起来不可 现实生活里边 通常身边打架的人 劝架的人一般都得说 哎呀得了得了 鸡毛蒜皮的事 至于吗全瞧我了瞧我了 哎这句话您听着有道理 可老百姓过日子 您说每天 除了鸡毛蒜皮还能有多大事 多会您见过胡同里头 俩老太太因为造原子弹的事 跟那儿骂鸡 那准是吃错药了 不可能 这俗话说 林子大了什么家都有 桶子楼里边邻居也是 五行八作一人一脾气 不都是鸡贼阴损坏 赶上那个实乘人 啊今儿我们家炖鱼给你端一碗 明儿我们家包饺子给你端一盘 啊谁家要赶上大事小情人呢 周围邻居也都帮把手 这种人情味 眼下这种现代化小区 单元房里边轻易 我还体会不着 哎我就觉得吧 筒子楼可能是 最接近以前胡同大杂院 张家长李家短锅碗瓢 瓢盆那种生活韵味的地方 而您不能说 这样的日子什么都好吧 可也不能说什么都坏 只能说是特别有烟火气 酸甜苦辣 人情冷暖 互相都搅和着 掺和在一块 九十年代以后 筒子楼重新排列组合 排列的也差不多了 好多单位也实在没办法 给人解决房子了 要是想结婚 那只能自谋出路 家里边什么 父母兄弟啊 姐妹啊 那么就互相挤一挤 给腾间房子 再不就是跟那个贫嘴张大民似的 跟自己家里边 院子里盖一伪张建筑 两口躺床上睡觉 中间还搁着搁大树 这当年 拍贫嘴张大民的那个院子 现在还在 你就在北京东城区交的口 举右胡同 南螺谷向东边 您要是有空路过的话 您可以去看一看 这小屋真温馨哪 快进来 我们姑爷还真有两下子 妈 我这不是给这棵树浇点水吗 哦 大民堆树都这么好 对我们云芳也测不了 云芳 听听没有 赶紧拿笔记下来 以后吵架的时候拿出来赶紧看看啊 差不多也是九人带出那会儿啊 中国人结婚 开始讲究必须得有婚车 还得在外头包饭店 办酒席 那时候奔驰宝马这类豪车 普通老百姓连想都不敢想 你就拿北京来说吧 谁的娶媳妇要是能弄辆皇冠 啊 当婚车 那就相当可以了 您看当年 冯拱 牛振华 倪萍 三位老师演那个打车的那小品 一样都是开出租车的那低歌 开皇冠的 跟开黄面的 那档次真就不一啊 出租车里的贵族 两个田一公里的黄蒜 暗号造舅 老大门 他们已经不知道到什么程度了 喇叭的客人拿我们面币开心 长得跟猪头肉似的 上车上车 九十年代再往前 八十年代那会儿 结婚能坐小汽车的 那就 都不是普通人 当时流行的是骑自行车结婚 条件好的呢 新郎新娘 一人一辆 男的二八带大梁 女的二六小坤车 没大梁 全得是新车啊 条件差点呢就一辆 啊 那就是新郎骑车 新娘坐在这个自行车后架子上 前些年那《非诚勿扰》 有句传的特别火的话 宁愿坐在宝马里哭 也不愿意坐在自行车上笑 这句话就是八十年代那会儿留下来的 那时候 小孩 有一项特别重要的娱乐活动 就是赶上谁家结婚 娶媳妇 堵着人家大门口 看新娘子 而且不让人家进门 一边看一边还得跟着起哄 呦大美妞肉看大美妞肉还得这么嚷 多会儿把新娘子啊 这哄的这个这个丧不大眼的 啊 连耳朵根都红了 就这会儿算一战 娘娘看不过去了 帮着戒围啊 就得从兜里掏出了一大把喜糖 哗啦 往地上一撒 这小孩一窝蜂 全忙着抢喜糖去 也就顾不上看新娘子了 有的小孩这不光抢喜糖 还从地上捡这个大伙 往新郎新娘身上扔的那种 小踩的那个纸片 都和一片一片捡 最后攒一大把 捡成玩意干嘛呢 拿回去跟小朋友啊 这个这个用现代话说 就玩过劲劲 假装结婚 啊 要不老北京怎么留意 那么首歌谣呢 小小子坐门堆 哭着喊着要媳妇 要媳妇干嘛呀 点灯说话吹灯做伴 早晨起来输小辫 这都成顺口溜了 童谣吗 九十年代以后啊 结婚的花样呢 就就越来越多了 我记得九十年代末 好像流行过一阵旅行结婚 都是跟老外学的啊 结婚不办事了 也不收份子了 不通知亲友 俩人领完证以后 出去捋个油就算结婚了 啊这两年结婚的流行趋势 好像是讲究去教堂 觉得洋气 上档次 哪怕就说不去教堂 找个酒店办 也得按洋人那套来 啊 有朋友就问了 你对这种事怎么那么门清啊 这事您还真不知道 我们相上行里啊 帮人家主持婚礼 当私仪的 人多 这也算是正外快的一个门道 眼下婚庆公司啊 好多专业的婚礼司仪 你要是跟他好好盘盘道啊 原先没准都是有师傅 有传授的向上演员 洋人去教堂结婚 那神父都得问小夫妻俩四句话啊 新郎 你愿意娶新娘为妻吗 无论他将来是富有还是贫穷 无论他将来身体健康或不是 你都愿意和他永远在一起吗 新娘 你愿意嫁给新郎吗 无论他将来还是富有或是贫穷 或无论他将来身体健康或不是 你都愿意和他永远在一起吗 就这四句话啊 您只要是看过两部外国电影 基本都会说 这现在好多年轻人跟酒店办事 不去教堂 也愿意找这么个仪式感 特意安排司仪 也按神父那套话 哎 接着问 这种事 我觉得可乐在什么地方呢 人家洋人结婚 神父代表上帝 问这四句话 那就在上帝面前发誓 上帝为证 您说 这土生土长 那俩中国人结婚 也非得找个说相的 问这四句话 那我们能代表哪路神仙呢 总不能说 向上喊祖师爷东方朔 我问你 你愿意嫁给新家 这不像坏啊 这个 反正真要较真说 东方朔倒是一路神仙 那就是看您认可不认可了 对吧 总之 但是甭管结婚流行趋势怎么变的 过去一百多年 中国人结婚差不多都是按洋人的路数来 这套结婚的路数啊 当年也有个说法叫文明结婚 最早是清朝光绪末年 东南沿海那边先流行起来的 当时有一个叫徐科的读书人 写了本专门讲各种杂七杂班的书 这本书名字叫清拜类钞 书里边就特意讲过这文明结婚 说是光宣之交 盛行文明结婚 畅于都会商部 内地意见行之 话说到这儿了 有朋友肯定得问了啊 洋人玩的那套叫文明结婚 那什么叫不文明结婚呢 您要是想知道什么叫不文明结婚呢 其实说起来也简单 您直接就听听侯宝林大师 当时那个项上段子叫婚姻与迷信 听听这段就成 那段项上里边说的就是全套的不文明结婚 好人一看一天的客人都走了 哎休息吧 休息休息吧 哎不行 怎么 自己的背入没全力动 那么谁给铺床了 请外全客人给铺床 铺床哎新里新面新凉活里 那三新的被入了躺的多舒服 里边弄好些障碍物 大师当年说这段相声 意思是想告诉大伙 传统的结婚习俗啊 不太好啊 您得一风一俗 这也算是特定时代的一种社会风气 这最近这些年呢 大伙观念变了啊 流行玩复古 好多传统的老东西又给翻腾出来了 前两个月我就亲眼看着这 北京见着大街上看见过 整套 按照 侯大师那相声里边那套规矩 这迎亲队伍 我见过 新郎长跑马褂 配红带话 还骑着高头大马 后的新娘子坐着大红的喜叫 啊 一帮人敲锣打鼓吹着锁呢 啊 打着半套鸾架的直视 呼 用相声的话说 那叫金瓜岳父朝天凳 英古英翻英照英 半红式跟半白式差不多 这说起这 新娘子坐的这花轿啊 我就想起郭老师 说过一段单口 叫轿子胡同 故事说是 清朝末年北京南城 这老宣武区牛街那边吧 啊 住这个姓王的寡妇 带着个儿子叫小宝 啊 王寡妇年纪轻轻的没爷们了 就剩儿子这么一指吧 把小宝溺爱的那叫没边了 顶着头上怕吓着 捧着手里啪花了 要星星不敢给月亮 就这么惯着 老北京有句俗话嘛 叫偏腾的果子不上色 意思就是说家里小孩 您越是宠着惯着 没准就越不成气 哎 这小宝这孩子就这么个德行 长得十几岁以后就开始学坏 拦路抢劫 杀人越货 后来让官府给逮着了 直接拉着牛街东边菜市口 咔嚓一刀 人头落地 王寡妇一看儿子没了 这位的彻底没指望了 当场也就一脑袋撞到石头上 疼死了 牛街那边老百姓觉得这事挺有教育意义 就给这母子俩当年住那条胡同 起了个名叫教子胡同 教子胡同 这地方眼下还在啊 就在特别有名的北京法园寺边上 胡同里边有不少卖清真小吃的 挺不错 您要是有空可以去转转 至于说 这条胡同原先是不是真住过这么一位姓王的寡妇 带着这么一个叫小宝的孩子 我也没有特意考证过 我不敢跟您瞎说 要说起来教子胡同 这四个字 明朝那会的写法 其实应该是教子胡同 指的就是新娘子结婚 做的那教子 北京总共有两条教子胡同 一条在牛街 就是咱们刚才说的那教子胡同 还有一条在东四 龙福大厦北边 有条胡同 直到现在还叫教子胡同 为什么说这两条胡同都叫教子胡同呢 道理很简单 因为他们在明清两朝 都是这个洗浇铺扎堆的地方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 婚庆服务一条街 过去的洗浇铺就相当于现在的婚庆公司 现在的婚庆公司 您只要交足了钱 全套的服务 像什么婚车呀 服装啊 私仪摄像啊 酒席这些人家都管 洗浇铺也一样啊 主业就是花教租赁 烧的手的也负责提供这个教夫啊 指示啊 吹骨手啊 您要是说 我办喜宴找不着好厨子 人家也给你介绍 一百多年以前 中国人结婚 差不多都是找这种洗浇铺 大包干 一条龙服务 啊 直到一九一五年 北京罗马市大街 哎 就是离我们德云社 常年演出的那湖广会馆不远的那地方 有这么个洗浇铺 老板是山东人 这山东人 这老板脑子挺活 会做生意 眼看着大伙都流行文明结婚了 啊 那么自己这个生意越来越差呀 哎 心里一合计 我呀 人多活 数多死 生意差怎么办呢 干脆 我这改给经营思路吧 我别请党饿死啊 哎 就把原先的洗浇铺 改成了喜庆婚礼用品租赁社 专门出租文明结婚的各种用品 简称叫喜庆社 哎 这就是中国现代婚庆行业最早的雏形 对 大辣班的 跟大伙聊了半天结婚的事 咱们也算共同的沾着喜气 聊到这时候 我顾问着您这辣班粥熬的也差不多了吧 赶紧 趁热喝碗 别忘了多个点红糖啊 新的一年 祝已经成家的朋友美满幸福 还没有成家的朋友 新年新气象 能有点好姻缘 于谦 在这代表签到节目组 给各位 拜个早年